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7月9號禮拜一的財源廣進 貿易戰中美貿易戰禮拜五開打 可是呢開打之後呢 美國股市漲 亞洲股市漲 台北股市今天也是漲 而且是大漲漲多少 漲127點 好那重點來了 台北股市呢 今天禮拜一漲起來了 問題是 你中美貿易戰未來的動向會怎麼樣 老實講沒有人有答案 所以呢當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一漲起來的時候呢 他又站上了年限的位置區 可是呢往上還有什麼季線還有月線 那到底台北股市 還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還是說今天的反彈只是一天行情 好那這些答案 測標已經寫得很清楚 反彈的空間以人民幣為主 好什麼叫做反彈的空間以人民幣為主 他說沒有 如果你一直收看我們的節目 或者是追蹤我們的LINE 整個台股未來的一個動向 我們都提早跟大家去做過分析 好所以呢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LINE的 歡迎你趕快加入我們LINE的一個家族 反正加入也不用錢嘛 那這地方你手機吃到飽 那就算沒有吃到飽 多多少少每個地方都有Wi-Fi嘛 所以呢你都會提早得到 我們對盤勢的一個分析 好那到底台北股市談真的談假的 我們直接來看 上個禮拜一7月2號的時候 我跟他說危機沒有解除 上個禮拜一跟他講 本週要提防沙融資才剛要開始 有沒有結果你注意看哦 如果我們把這根去先不要看 上個禮拜跌跌不休 台股創低點破年限創低點 而且融資呢他一路減對不對 好當台北股市上個禮拜呢 出現這種弱勢的狀況的時候 我知道很多人很擔心 但是我上個禮拜我怎麼跟你說 你再仔細看 7月4號禮拜三 在LINE裡面我怎麼跟他講 我說今日融資可以適當減肥 反而下週跌升反彈機會大 我目前著眼的是下週的 跌升快速反彈 有沒有是不是顯得很清楚 而且甚至於下週快速反彈的 三個方向 我都跟大家講過 好那這東西我待會再跟大家做解說 可是台北股市今天談起來 到底我們要怎麼看 他的重點指標到底在哪裡 各位 7月6號禮拜五 我說中美貿易戰可否利空出境跌升反彈 我說下週的指標就看人民幣 有沒有為什麼看人民幣 我們直接來看 因為上個禮拜我跟大家說 這次的中美貿易戰 到現在為止已經開戰了 會不會有第二波會不會有第三波 還是說只到第一波 後面就開始有一些 緩和的跡象 沒有人有答案 但是因為你這次中美貿易戰 它影響的是亞洲市場 它資金的外流 所以 當時新來幣會率跌了5% 貶值5% 你台北股是短短的一個月時間跌6% 這還算好的 人民幣 這幾個月它貶值7% 可是你看那個上海A股 跌了多少 跌了15% 跌多深啊 為什麼會跌這麼深 因為資金都外流嘛 所以當你資金外流你股市怎麼好 所以呢 上個禮拜我就跟他預告 我說這地方 下週指標就是這個禮拜 我們要看人民幣 因為人民幣從4月貶值至今達7% 人民幣必須升破6.6% 雅谷才有全面反彈的機會 對不對 好 我們從講人民幣之前來看 今天的新來幣匯率 今天新來幣匯率升值 這一升下來升破這7天以來的新高 那代表著說 如果你台幣沒有再貶 而且還能夠持續升值的話 之前外流的資金它會回來 所以你台北股市的走勢呢 它就不會只反彈一天 但重點是 你新來幣匯率今天升值之後 創這7天以來的新高 能不能再勝 它受什麼影響 受中美貿易戰影響 問題是 中美貿易戰的影響的指標 又在哪裡 在人民幣 所以你注意看 今天整個人幣的走勢 禮拜五的時候呢 流上影線還是小扁 可是呢今天人民幣呢 出現升值了對不對 人民幣出現升值的時候 現在來到多少 6.62 離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講的 錢高位置在哪裡 6.6 6.6 差多少 差0.02 那可見的 人民幣目前有在走升嘛 那除非說它只升一天 明天開始後天開始一直帶扁 那沒話講 中美貿易戰可能問題還很大 台北股市談不上去 但是如果說人民幣 它緩慢一點升值 但是它維持升值的話 升破6.6 那你整個亞洲股市 都是全面談 都是全面談 所以從現在的匯率角度來看 我認為 台北股市 它應該不會只談一天 好不好 不會只談一天 好那重點來了 既然不會談一天的話 那到底要談什麼股票 不代表每一檔個股都上得去 你注意看哦 今天台北股市長 可是今天的細創打到跌領板 你注意看哦 本來區間都還守到月線 只有台股大漲 它今天打到跌領板 代表著什麼 有些個股在出貨 還在高檔高融資的股票 它在出貨 那除了細創之外呢 你再仔細來看 2405的耗星 今天再創低點對不對 好所以 上個禮拜我送給各位的這一份 7月時速列車 我跟大家講 還沒有結束哦 你看 今天的穩貌 還在跌嘛 你再仔細來看 今天的創意 還在跌嘛 對不對 你再看 今天的技嘉 是不是還在跌對不對 那可見人說呢 有些高檔高融資的股票 不是反韓的重心 那重心放在哪裡呢 好 那各位 我們仔細來看 上個禮拜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重心有三個方向 這三個方向裡面 第一個生技 第二個5G 第三個 領先大盤先落底的股票 我們就從生技股來看 都要很仔細看哦 美國股市這一波啊 漲最兇的 不是道琼 不是高科技股 漲最兇的是這個 NBI生技指數 你看哦 禮拜五的時候大漲3.7% 他就創二月份以來的新高嘛 那我們剛好說過嘛 如果你人民幣是持續 比較偏升值的話 升破6.6牙股是全面漲 那如果說當你 人民幣都能夠升值 代表說你中美貿易戰 應該沒有那麼嚴重 會不會私底下有什麼動作 我們不知道 但問題是 當美國股市這一波 真正能夠領先創新高的 到目前為止來看 應該是NBI的生技指數 所以呢當美國的生技股 都能夠往上攻的時候 你想想看 我上禮拜就跟你說啦 我說生技股一定有機會 好 一定有機會 所以呢 以生技股的走勢面來看 我認為生技股還沒有 還不算真正開始 指在哪裡 好 我們直接從這裡來看 比方說號頂 你看到號頂 今天站上月線 他前高的位置 差不多僅限位置在161嘛 今天最高來到161 可是還沒有完全攻 因為今天的量 分佈到其他的股票去 但是目前如果盤面裡面 比較低檔 不需要大量 他就能夠攻擊的股票 照理說 應該就在生技 所以呢 以生技的個股裡面來看 我認為他沒有結束 反而你要留意 後面反而速度會加快 為什麼 當你NBI生技指數都有機會 去創新高的時候 你台灣生技股太落後了 所以呢 反而後面的速度會加快 所以你要去掌握這個方向 才能夠在這種跌升反彈的過程裡面 你能夠賺的比較快 甚至於賺的比較多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好 那第二個重點在哪裡 第二個重點就是落在 我跟你說的 領先大盤先落底的股票 那什麼叫做領先大盤先落底的股票 因為這波 有些股票如果說你要讓他漲得快 除他不能融資太高 他的股價也不能太高檔 除了我剛跟你說的 生技股不需要大量再低檔 一拉就可以動了股票之外 如果他能夠伴隨著一點空單 不要說一點他空單比較多的話 我覺得反而後面有些個股 他會快速嘎空 所以呢 我這幾天跟你講 太陽裡面的新日光 它是一個指標 現在空單來到高點 他股價最近維持在這個區間 這地方還沒有動原因在哪裡 他等月線下來 當他月線下來 他一站上僅限10塊1的時候 反而在這一段期間裡面的空單 已經全部被嘎 所以反而會有一個 快速的嘎空行情 所以從這幾個方向裡面 你就可以去掌握到 牌面裡面 到底反彈的方向到底在哪裡 好不好 這是給大家的一個 重要的一些觀念的一個提示 所以好好把握這一波的 台股的反彈行情 那反彈的重點就看人民幣 反而人民幣沒有大扁 我覺得反彈還會繼續 但是呢 真正的個股只要掌握得到 你絕對能夠賺的比較多 好不好 那如果說不了解的 很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的行列 也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Light Air的一個家族 在這幫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中文字幕改善 中文字幕 Cir figured ou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